这集节目感谢Bethenix交易所赞助播出 在币圈时间是最好的试金时 交易所则是法币与加密货币的终极站 Bethenix成立于2012年 是一家以历经市场10年考验的交易所 Bethenix透过加密货币帮助人们实现金融自由 让转账像是传讯息一样简单 不再有国界之分 使用者不仅可以透过Bethenix收发 买卖和借贷数百种加密货币 还有手机APP方便用户随时操作 另外Bethenix也会每周出刊免费的 市场研究周报Bethenix Alpha 帮助投资者掌握最新市场卖动 现在就点击节目叙述栏位中的连结 下载BethenixAPP 让Bethenix成为你通往金融自由的桥梁 这集节目的第二个赞助商是Furvex冷钱包 Furvex是一款主打不必插电 不必充电的卡片式冷钱包 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 未来能与Visa Mastercard整合的加密货币钱包 最近Furvex正在举办一项抽奖活动 只要你花三分钟写下个人的加密货币使用习惯 就能参加抽奖 奖品包含100张Furvex卡片式冷钱包 以及100份的10USDT奖金 总共要送给200位得奖者 如果超过2000人填写问卷 Furvex还会再加码5份50USDT的特别奖送给大家 这份问卷只开放填写到4月16日 现在就点击节目叙述栏位中的问卷连结 不要错过获得冷钱包与USDT的大好机会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区块市的podcast 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区块市 区块市一个礼拜会出刊三封的email给付费的会员 那其中一封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区块市podcast 那另外两份我们讨论什么呢 第一篇我们讨论的是USDC脱钩 银行拖累稳定币与不连续的金融系统 那这篇文章其实是发生在 大家听到这一集podcast的前两周的周末 因为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倒闭 导致说有很多公司的钱都被卡在里面 那其中一个跟这个加密货币有关的公司 而且影响力巨大的公司是Circle 那Circle他们卡了33亿美金 在这个Silicon Valley Bank 就是矽谷银行里面 那于是呢 这个消息在礼拜五传出来之后 周末大家就开始很紧张说 那这样子如果他有33亿被卡在里面 然后到底占百分之多少 然后后来大家算一算 他大概占7% 8%左右的储备金额 那于是大家就开始担心说 哇那现在本来一颗USDC等值于一美元 那会不会导致那8%的钱都没有办法拿回来 导致他背后的抵押储备不足一美元 那如果有8%不见的话 那理论上现在一颗USDC应该要跌到0.92 那于是他的这个USDC就在那个周末大幅的下跌 那每一个交易所的这个价格不太一样 有一些交易所跌到0.85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恐慌性的状况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这是第一次遇到 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USDC它就是最安全最合法最合规的一间 稳定币的发行商 那你说USDC爆炸 感觉好像大家就觉得说不意外 但是USDC爆炸大家就觉得说 那所以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呢 就会讨论说这个USDC脱钩的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其中一件事情我们在里面指出来是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一次银行的爆炸啦 都好像是这种原因弄反了 就是会觉得说 是加密货币的行业 导致这些银行经营不善而倒闭 其实答案正好相反 其实以前大家会觉得稳定币 没有银行存款这么安全 但是在这起事件里面 反映出来是说 反而是银行是稳定币的 其中一个风险因子 而这一次的USDC脱钩 凸显的是银行 它整套系统的不连续 于是在周末的时候 价格会大幅下跌 但是到周间 月接近礼拜一 银行要开门的时候 USDC又慢慢的回升到1美元 那我们在这篇文章就讨论这个主题 那另外一篇呢 我们讨论的是Ritual PGF模拟投票 精选13项可获得8亿补助的影响力专案 那这篇文章其实是 算是确快是在今年的一个重头戏 就是在参加Ritual PGF这一个活动 那Ritual PGF它是就是 我通常都把它翻译成中文 但是其实翻译成中文 大家也不一定能够直接理解 就是叫做事后追认成效的公共财募资 那总之它就是 第一个事后追认成效 第二个它是公共财 第三个它是募资 那其实这一个活动 它总共有8亿台币等值的OP代币 在那边其实是1000万颗OP代币 等着大家去申请 那这一次呢 总共有195项提案去申请 那我为了写这篇文章 我就在一天之内 把这195项专案 他们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全部看完 然后后面写了一些说明 告诉大家说 这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自己模拟成为这个评审委员 因为其实现在全球只有70位的评审委员 那我就自己模拟成为评审委员 来决定说 谁能够共同去领到 这8亿人的这个OP代币的补助 那我们在这篇文章 除了说明说 区块市为什么要参与 这样的一个Ritual PGF之外 还有在说 那我自己的评审标准是什么 因为它跟这个创投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事后追认成效的 一个公共财募资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就讨论这些内容 那如果大家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到Google上面搜寻 区块市 去设施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 来支持区块市的影运 好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今天这个来宾代表的这个名称了啦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宾哦 都是来自Google Cloud 一位是Blues 一位是Evi 我们先请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Google Cloud的Blues 嗨 大家好 我是Google Cloud的Evi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邀请两位大大来这边录音哦 这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录音了 我们是第二次录音哦 那我们上一次录音呢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暖身啊 那录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说 啊 感觉好像还可以讲得更好 好 所以我们就针对同样一个主题 来录第二次 然后来讨论说 那Google Cloud到底跟Web3有什么样的关系 要不然我们先从最一开始好了 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大家的印象中啦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会说 啊 那你可以到这个Google上面搜寻区块式嘛 所以对大家来说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接近日常生活 在听这集podcast的人 大概是不会有人不知道Google到底在干嘛 但是Google Cloud在做Web3 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事情 首先Google跟Google Cloud 比较像是各自有各自要做的这个任务 要不要先请两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Google Cloud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说 过去有哪些参与Web3的一些活动 OK 那谢谢明恩第二次找我们来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太想跟你聊天了 我们可以多约不用租录音室的地方 好 那我觉得刚刚明恩问到一个问题嘛 我觉得他问得很好 就是说Google跟Google Cloud之间 应该说我们overall 大家共同都是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那不管是我们希望 我们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 Google的一个mission 就是我们希望 make the world access to any information 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做的 那Google Cloud这边呢 我觉得他有很重要的mission是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开发者 他们今天想要更轻松更容易 而且更friendly的去开发 任何他们想开发的应用程式 不要他们想不要的东西 但他们可以很轻松 leverage我们的技术 去帮助他们scale他们的business 更好去run他们的business 那我觉得这是Google Cloud 一个很重要的mission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参与到Web3 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我想要先打断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会蛮多人 对于Google Cloud在做的事情 跟大家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刚刚有说想要让大家很简单的 例如说你就可以经营自己的业务 网路上的业务 这就要跟以前对比 就是在没有Google Cloud 或者是没有Cloud的时候来对比 在那个时候感觉 应该是大家都要用自己的主机 然后来营运类似这种东西 应该是这样对比 没错没错 确实明显你讲的没有错 就是Cloud呢 它确实能够帮助很多 为什么现在整个的startup的business 他们可以growth成这么快 在Cloud这边有帮助到很多 这样的一个企业组 以前我今天要run一个自己的business 那早期我可能找engineer 写完call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地方可以run你的call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需要去买主机 租主机 然后你要找一个机房 让它吹冷气 你要接线路 对不对 你不是只有run在那边就好了 你还要人去maintain它 对 然后maintain你还要想说 我还要找一个人 来帮忙负责这一段 所以其实整个加一加 你的overhead的成本 其实相当相当的高的 那Cloud其实某程度上 它希望可以缩短 这些startup 它们可以快速的go to market 那同时你可以大量的减少 你在前面的upfront的成本 upfront就是说 我前面的这些投资 因为很多时候 我startup根本还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火下来 那前段我是不是可以缩短 那个风险 对不对 那我可以快速的 把我的产品 deploy到市场去 那我会看到它的成果 那我觉得这一段 会是Cloud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经济价值 发挥的价值 我觉得刚刚Blues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相信啦 就是可能你从2017年之前 就已经有开始参与挖矿的人 你肯定就会很有感觉 它的状况大概就是 其实2017年那时候 云已经是算是蛮成熟的了 是 但是在那个时候 例如说你要架这个 自己的比特币的矿机 或者是以太币的矿机 你要怎么做 你要自己买电脑回来 所以大家都去光滑 去抢显卡 然后或者是有人去买矿机 等等的 然后去买回来 自己家里做 然后我之所以会参与去块链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有同学 他把这 他的以太币的矿机 放在台大宿舍 然后后来又搬到他的实验室 然后又被赶出来 就搬来我家 那于是我才开始想说 为什么这台机器 跟加密货币会有关系 那那时候会遇到的 很多的问题 其实就跟刚刚Blues讲的一样 就是因为我那台矿机 他是放在阳台 那所以第一个 对他蛮不好的 他就是在一个 很艰困的环境之下长大 于是他就会有 刚刚说要吹冷气嘛 但是他没有冷气吹 他甚至还要晒太阳 那于是他就常常会挂掉 所以就是跟刚刚Blues在说的 正好是相反的状况 就是以前我们在挖矿的时候 就是变成你要自己有一台 然后你要去24小时照顾他 然后你可能有时候要升级的时候 你就是还要再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云让这件事情变成 在电脑前面点几个键就完成了 可以这么说吗 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你的理解非常正确 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前面的那些工 完全都是交给Google 这边来帮你take care 包含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model 叫做share responsibility 那简单来说 就是Google会帮你分担掉很多 就是你的maintenance 你的security 这一段都交给Google 来帮你take care 那你只要专心在你的开发 专心在你怎么去部署你的市场 专心去思考你怎么赚钱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Cloud的一个business model 对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主 offload掉这些比较底层这些服务 那把资安的问题 营运的问题都交给Google 剩下你就是尽量去发挥 你在商业上的实力 对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 很有印象的一张照片 因为我自己拍了一张 那个阳台的矿机的照片 然后放到脸书 然后就说 那原来挖矿是这样 然后于是就有一个朋友 他在开公司 然后他就说 我也想要挖矿 你会不要帮我组矿机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 买了一大堆的显卡 然后去他的公司 帮他组矿机 然后他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那时候是晚上12点多之类的 蛮浪漫的 对大概跟一个宅宅 然后所以我们就两个臭宅 在那边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那边注册显卡 反正就是要有保固嘛 那这就跟刚刚说的 就是你要有一些潜质作业 你要有潜质成本的投入 我们都要前面先买好 还要在那边想办法注册 但是现在假设 大家可以用云来挖矿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做这件事情 但是 但是 现在不能用云来挖比特币 挖以前的 以太坊 对不对 确实现在目前Google Cloud 我们对于挖矿这一段 我们会有一个 对于工作量证明 这边的一个限制 最主要考量到是一些policy 我们像目前policy这样定 那我个人看了一下那一步 我自己觉得 有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 还是因为ESG 因为毕竟工作量证明呢 它现在的算力要求是 所有的机器 在你拿到最后的那个 最终证明以前 就是每一台都要算嘛 那这个过程 我们觉得没有那么efficient 对那其实对于 整个大环境来讲 相对来说 会是比较商一点点的 对那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 自己在猜的理由 不代表可能真的是 本台立场这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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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来说 刚刚说的就是说 以前的这种 统成算力挖矿 大概都没有办法 直接放在云上面 所以回头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 还要去买矿机 然后大家还会看到 四川还要有矿场 然后还要干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办法 直接让在云上面 他们要自己 有自己的矿场 来做这件事情 可以这么说吗 对 如果真的说 要稍微补充点什么的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 也不只是单纯Google Cloud 其实所有的这种 云端厂商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都做了一个限制 那这所谓的限制 其实很清楚 就是挖矿这件事情 他就是把运算 转换成一个价值 变成一个虚拟货币 那所以其实 所有的云厂商 都是这样 就是说他只要发现 有任何的 这些运算能力 就是这些VM 正在挖矿的话 其实他都会直接把 这一台设备 直接block掉 那block掉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 有太多的骇客 在不断的害云端厂商 这些客户们 然后用他们的账号 然后去开这个 所谓的虚拟机挖矿机 所以这件事情 不只是ESG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risk management 那所以 不管在Google Cloud 或在其他地方 你想得到的这种 用算力来去挖矿的 基本上都是被屏蔽掉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有可能的两种猜测 就是不能说 这是官方答案 但是我觉得 要不然还能想到 其他这是我们 可以想到的东西吗 就一个是环保 另外一个就是 那如果他拿着 某一个人的账号 然后拿去挖矿 这之前大家在新闻上 可能或多或少也看过 就是你载到一些 病毒的软体之后 你的电脑开始就会 某种程度就会高速运转 然后就会开始好像 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也看不出来 你就觉得说 我也就是上上网而已 看看YouTube 然后开开Word 然后但是他就开始 风扇就一直转 然后你的电脑一直在发热 然后下个月 看到你家电费 这样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怪怪的 对对对 那答案可能就是 有人在偷用 你本身的电脑来挖矿 但是这件事情 它也可能会发生在云上面 你甚至听不到 那个风扇在转的声音 你也摸不到它发热 但是它就会出现在 你下一期的云端 帐单里面这样子 好所以这是 很简单的 两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现在 没有办法在云上面 用算力挖矿 基于这些讨论 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说 虽然在今天之前 或者是在以前 会觉得说 Google它就是一个 Web2的公司 它怎么会跟Web3 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 他们在过去 这几年的时间 已经有或多或少 参与一些线上 实体的活动的赞助 其实我自己 在参与很多的活动 例如说 最有代表性 应该是最近的 是去年底 在这个 Taipei Blockchain Week Google它就是 其中一个 很大的一个赞助方 只是 绝大多数人 可能都会想说 那到底 Google Cloud 赞助这样的 Web3的活动 是在里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它里面到底要讲 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还蛮好奇 过去还有哪些 除了像这种 Taipei Blockchain Week 之外 还有哪些活动 是Google Cloud 赞助 然后想要 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给这些参与者 我个人认为 就因为我们现在 目前整体 我们是相当相当重视 Web3的发展 那两个例子 像我们现在目前 整个Google 其实我们有 投资了大概 四五亿美金 在整个Web3的 整个产业 帮助这些 Web3的团队 可以更快速地去发展 因为这个都是 Public的新闻 大家都可以去查 那第二个呢 包含像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像今年 年初的时候 我们也announce 跟Coinbase这边的合作 那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有创新 跟一个比较突破性的是 我们让Google Cloud 的用户呢 他们可以透过 Coinbase来支付Crypto 然后给到 当成是这个云端的费用 给到Google Cloud 这次会成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 这个合作 那我们希望可以 有更多促成 这样子的一个 有趣的一些发 真的可以 整合到实体经济 然后包含像 实体影响到大家的 这些实体的 这个生活上面的 一些应用 所以很快地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本身 这次外 就是我们其实会花 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那在这一段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促成了 TypeBlochain Week 这些事情我想 交给Efi这边 share一下 我必须说 我觉得 就是我跟Bruce 我们在这个Web3的圈子 其实待了时间不久 明恩对我们来讲 是绝对的前辈 不过我们在 这整个期间 因为我们还是 以上业合作为主 所以我们在 最一开始被交付 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参加了 非常多的活动 其中一个最指标性的 其实就是 在Austin的Consensus 那在Consensus 因为我们 Google Cloud的 这个立场 所以我们谈话的对象 都是Public Chain 譬如说我们 跟这些 大的Public Chain的 VPN或Engineering 直接聊 可能的合作 那或者是 我们今天有一个 很大的支付的厂商 那做这种Payment 那或者是 像这种Moon Pay 你们大家可能 可以接触到 这些厂商 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是比较容易 跟他们有很多的 conversation 因为其实你想得到的 所有的Web Free 厂商都有 Infrastructure的需求 那当我们 在这样的盛会里面 跟很多的人 接触之后 就会觉得说 哇 这么有趣的一个活动 而且你参加了 整场活动 我觉得有80% 90%的人 都是那个 可以跟你 直接聊Business的人 这样子事情 如果可以发生在台湾 那有多棒 那所以我们在Austin 认识了很多 海外的这些 Web Free的这些 Founder 然后我们之后 去到NFT New York 然后也刚好 就在那段期间 认识了这个BZD 就是不知道的Founder 叫做Jackie 然后我们在那段时间 就觉得说 哇 这样的盛会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台湾 make it happen 所以我们在当时 其实在纽约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 算是一个 verbal的commitment 就跟他说 好 无论我们 最后会用 怎么样的形式 我们会去 尽我们所能 去support 那当然是 我们当时 是用一个人的名义 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support 那我们希望 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 那可以实际上 真正在最后的 Type of Blockchain Week 大家都知道是12月 可是其实 它是一个在6月 就开始萌芽的活动 大家还记得 去年10月左右 其实才真的 把国境打开 我们必须认真说 当时真的是 非常紧张 因为我跟Bruce 我想Bruce也很清楚 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说服内部 然后走过了很多的通关 因为这是一个 很新的产业 然后最后 聚集了很多的能量 到了这个 Type of Blockchain Week 然后他们的这个团队 也非常非常的 有活力 所有人都是Volunteer 然后把这件事情 促成 所以我们也是 感到很开心 我觉得 刚刚两件事情 我觉得听得很有代表性 讲这两件事情之前 刚刚前面忘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两位鼎鼎大名的程度 就是 如果你要在台湾 找到Google 去讨论 跟Web3相关的事情 你不会找到Google的其他人 你只会找到Google Cloud的 Bruce跟EV 你找10次 会有11次 他们会出现在你眼前 听起来有点难缠 多的那一次是什么 多的那一次 可能是我们发现 诶 opportunity 我们就会去到 好对 所以刚刚他们两个 会分享这些 就是无论是 为什么会赞助 台北Blockchain Week 然后跟 在之前去参加 Consensus 的活动 大概都是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是 你只要在台湾 跟Google 相关的 Web3的 这种 合作的话 通常会找到 Google Cloud 然后通常 就是 两位会出现在 你的眼前 那我觉得刚 Bruce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就是网路上 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新闻是 Google Cloud 跟Coinbase的合作 然后 我觉得刚 很有代表性的是 Google Cloud 可以接受 加密货币支付 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讨论过 邀请 例如说端传媒 来分享说 那他们为什么 要接受这种 加密货币的支付 订阅费 其实区块市 也可以用 加密货币支付 只不过 比较难想象的是说 有一间公司 Google这样的公司 他们可以接受 你用加密货币 来支付他们的 云端服务费 那这件事情 是很有代表性的 为什么呢 从历史来看 例如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 纪念比特币的 Pizza Day 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开始有人 愿意接受它 所以每一个 其中一个 愿意接受它的人 这都是在帮助 这一个产业成长 因为它不像法币 法币是说 那你如果今天 不收我新台币 你就违法 那我要报警 那但是 加密货币 没有人 没有人强制你 所以每一个人 都是自愿性的来收 所以我觉得这是 虽然听起来 就觉得说 那还好啊 或者是 大家最近在新闻上面 也有看到说 有人什么 有一个人在卖房子 然后愿意收 这个比特币嘛 反正就是 这其实都是一些 蛮有代表性的例子 虽然看起来 好像都是一些 小事 但是这些堆叠起来 它就会变成说 好像是一件 蛮重要的事 就是比特币的 它的用途 那回头来看 就是说 EFI在六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去 美国 Austin 参加 Consensia活动 然后那时候 有非常多的人 都可以去聊 这种 那他们怎么跟 Google Cloud 有合作 我自己会蛮好奇 或者是 绝大多数人 都不太知道 是说 到底 Google Cloud 要怎么样 跟Web3的公司合作 或者是你刚刚有说 有很多是 供链的Founder 他们到底是 哪一部分 要使用到 Google Cloud的服务 然后或者是 有些交易所 像刚刚提到 Coinbase 他们是哪一部分 要使用到 Google Cloud的服务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个人 他可能就是参与挖矿 但是挖矿 POS 可以 但是 POW 就是算力挖矿 是没有办法使用 云端的 服务的 但是像这些供链 他们会使用到 Google Cloud 什么样的服务 OK 我觉得大概几个 比较简单的 先细分一下 因为毕竟Web3的 各种不同的角色 其实蛮多的 那譬如说 我们就先讲 Public Chain好了 其实Public Chain 他们要有很多的节点 然后同时要很多人 去架设节点 然后透过运用这个节点 然后去在上面 做很多的应用层 OK 所以其实他们的 很需要有 不断的去拓展 他们的这个 Ecosystem 那这件事情在 Google 还有Google Cloud 其实都做了 非常的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Google Cloud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 Program叫做GDE 那简单来说 它会有一个 Google User Group 在全世界 几乎你想得到的 城市 都有这样的 User Group 然后这全部都是 开发者 然后他们都是在 Google的这整个 Ecosystem上面 来去开发很多的东西 然后他们拥抱技术 那可是想想看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如果是一个 Public Chain 他今天他可能 Developer有个 五万 十万 OK 听起来很多 可是相较于在 Web2的这个世界里面 Google的这个 技术的拥抱者 我们可能是几百万 甚至 I don't know 更高的数字 所以他们就会很 感兴趣说 如果跟Google 有这样子的合作 然后可以让 他们的Developer 更友善 更容易的 去在这个 Google的环境上面 去做开发 那包含 比如所谓的 像价格点这件事情 你是开一个VM 自己去做这个install 去做这些script 还是说 甚至像今天 Google已经有这个服务 很快要推出 它会是一件事的 就是说你按一个 console的一个按键 它就会马上 有一个节点 帮你部署好 那你可以直接 作为user 而不是一个要去管理 这个节点的这个人 这样子 所以像这些 所有的服务呢 都是为什么 这些webfree的厂商 会用到Google Cloud 那by the way 再稍微呼应一下 就是说 刚刚为什么讲说 coinbase这个合作 会很重要 那我觉得第一个 它有个非常指标性的意义 就代表说 今天一个webfree公司 它可能整个 所有的operation 都在虚拟货币上 就可以完成 因为你想想看 一间webfree厂商 他在做的事情 大家都讲说要build 对不对 那build是在做什么 就是在开发 这些城市 开发这些上面的应用 然后甚至是 开发一个更好的链 那更加的安全 那这些事情 其实都发生在web2上面 或者说 它的这个城市 是建构在 它在run的这个节点上面 它这个网络 那如果今天可以 这些所有的费用 它都是用虚拟货币来支付 那就代表说 一个webfree公司 它就真的只要有虚拟货币 它就可以去收款 去付款 满足它整个business operation 我觉得这就是 有点像是把头跟尾接下来 就是它可能 直接跟使用者 收的也是crypto 然后它付给 infrastructure厂商的 也是crypto 那这样就可以 有一个循环 另外一个是你刚刚说的 让大家可以 例如说一键部署节点 这其实也是 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当然待会大家会讨论说 那这样会不会好像都是这种 Founder自己部署很多节点 然后而且所有节点都在 Google Cloud上面 这样会不会中心化 或是什么样的 这我们待会可以讨论中心化 跟去中心化议题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先讨论 异用性 就是以前你要加一个节点 你可能就是 再想办法再买一台电脑回来 就是重复 我们刚刚前面在 讲2017年 我在加这种 以太坊节点的时候 当以太坊 旷工的时候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会变成说 甚至简单到 如果某一个公链 它可以跟Google合作 Google Cloud合作 它就可以 一键部署一个节点 那我就可能可以让 我们这个网路上面有 很多不同的节点 那越多的节点 大家理论上 从数字上来看 就会觉得说 那越去中心化 类似这样子 我先从去中心化这件事情 稍微补充一下好了 其实我之前蛮认同Vitalik 就是我们的Vsen 他提到的一个idea 其实我很欣赏这个idea 就是说 以前我们会一直 在像我们是web2的公司 然后我们就比较中心化 但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web3 去中心化的 OK 那这是一个光谱的两端 对不对 那其实非常非常极端 那我跟Nivi 中间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这么的黑与白 其实回到刚刚我讲的 Vitalik他讲提出一个 spectrum的概念 就是光谱的概念 我很喜欢这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 就是说 没有一个真的是完全中心化 也没有完全一个 去中心化的公司 那只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 怎么希望 往更好的地方发展 对不对 就像现在民主社会也是一样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美国 他的投票机制 对不对 他还是 他可能最后 他虽然谈民主 但是每一个州 他们还是有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州议员 自己的新议员 对不对 然后去做这些决定 那这些决定呢 一路推回到最上面 然后由最上面 做一个决定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看 你怎么看 去中心化这件事情 像我们现在目前 跟很多的 这种公链在谈 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今天你希望去 去中心化 你的这些节点的运营 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非常非常赞同 因为 这个就是你们家 你们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的本质 对不对 那我们也有 被语问到一个问题 说 那如果这些东西 全部都放在GCP上面 它到底算中心化 还是去中心化 那我们的回答会是说 真的还是要回到你 本身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还有帮一下 你想要传递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说 你放在 郭靠一间云上面 或是随便讲 可能或是其他的 cloud上面 你还是能够 出到去中心化 你怎么去中心化呢 比如说你把 你的节点 部分可能交给 你自己的foundation 来营营 比如说 可能两三成 交给你的 自己的foundation 剩下七成 你可能全部 decentralize出来 让你下面的这些 节点运营商 来运营 其实某程度上 你需要 第一个程度的 去中心化 第二个程度的 去中心化是 那我是不是 就是我在可能 建议这些 节点架设者 他们在架设的时候 他们在做 region这件事情 也可以分散 那我的 很快的一个答案 会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有个绝对 就是中心跟 去中心这件事情 我非常同意 就是它是一个 有不同维度 跟不同意义的 中心化跟去中心化 就像你刚刚说的 当然最中心化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理解 就是你自己 用自己家里 一台电脑 然后加一个服务 然后所有事情 都是你说了算 这叫最中心化 但是当你开始 有不同的服务 然后它可能分散在 不同的地区 然后由不同的人 掌管 然后甚至这些人 他们的想法 都各自不一样的时候 这就慢慢的走向 去中心化的那一端 好那所以 就会变成 它可能有机器的 去中心化 有逻辑的 去中心化 有决策的 去中心化 那所以 它会分成 很多不同的层次 那之前Vitali 也写过一篇文章 就来讨论说 到底去中心化 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 虽然机器 去中心化 它虽然 有一台放在台湾 有一台放在日本 有一台放在美国 但是最终还是 听令于 一个人 那这样其实 它也可以说 它部分做到 去中心化 但是它就是 有点 背缘的感觉 就是 好那 其中一台坏掉了 那还有另外一台 可以救 这样的感觉 那所以 它不是没有意义 但是它也不是说 那它就是这种 大家都很民主 因为 没有啊 最终还是大家都听 同一个人 那这样有去中心化吗 也没有 好所以 它会分成 很多不同的层次 那或者是说 大家决策都很 去中心化 但是最终 只有一台 电脑在运作 那一台炸了 就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对 那也 不是最好的结果 那所以 就是从头到尾 都要去中心化 那所以 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刚刚的那个 光谱的概念 就是 它虽然是一个光谱 感觉好像很像 一条轴线而已 但是其实它感觉 里面会有很多细节 可以讨论 但是我刚刚讲到说 好像这种一键店 就可以成立一个节点 我不知道就目前 Google Cloud 有没有什么样的链 已经是可以做到 这件事情了 其实我必须这样说 Web Free的这些产品 我们其实都 跟进得非常快 不过现在 目前这个 叫做 One Click Deployment 我们这个服务 叫做 Blockchain No Engine 它其实还在一个 比较早期的阶段 所以现在只有一些 有限的这些客户 正在使用 那它目前其实还是 只有支援第一条链 就是Ethereum OK 因为毕竟就是说 需要Ethereum的 这个节点的 这些服务 相对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来是 你会觉得说 那Google的这个 节点服务 跟其他人 除了点一下 马上开以外 有什么差别 因为其实同样的东西 在很多其他的厂商 也都有提供 对 那这个时候 它的差异就在于说 Google它在做的事情 不单纯只是提供 节点这件事情 而是说 你可以用Google Cloud 来去架设 你所有其他的服务 包含说 你有一个网站 包含说 你的这个上面 要去提供一些 transaction 或者说各种这种 Web3相对应 这些服务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 这一个需要的 这个节点 因为这个节点 其实它是 某种程度上 是在提供你 这个Web3 这一层的 这个应用层 所需要的一个 底层的一个服务 这个节点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把节点 藏在这整个架构当中 那这件事情 就会跟security 有很大的关系 简单来说 它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站式服务 你可以把整个 互层合做得很好 听到这边就会想起 我之前常在网路上面 看到的一个名词 专有名词 但是我一直都 不是看得那么懂 叫做区块链 即服务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可以说是一个 Blockchain as a Service吗 还是它是 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Blockchain as a Service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常被问到 不过我必须先 快速的先回应 就是说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这件事情 跟我们目前的这个产品 叫做Blockchain Node Engine 稍微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Blockchain as a Service 其实最早 就是提出这个概念 是我们的友商 那友商 他这件事情在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透过 他们的服务 快速的去自己 搭建一个Blockchain出来 OK 所以你是自己建一条链 那在Google这边做的事情 其实相对来说 会更贴近一些 大部分的这个项目的需求 因为需要自己建链的 这个用户相对是比较少的 可是需要节点服务的 这个用户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大家其实越来越关注 安全这件事情 怎么样让你的这个节点 可以被保护得很好 那这件事情在技术层面上 很多的细节可以做 那Google在这件事情上 他其实最主打的 就是Security 所以变成是说 你在这边 让这个节点 我相信以Google目前 一直以来 在Security这方面的 这个技术上 应该是还不错的 我蛮确定 很多的hacker 一直以来 都是把 可以hack Google 作为一个目标 听说我们的Security Team 把这个当成一个 面试的流程 如果你可以hacking Google 或是hacking Google 到一个程度 被我们发现 而不是被机器人挡下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拿到 面试的门票 懂 这样讲 就是它是一个 一键让你创一个链 而不是一键让你成为一个节点 这个可能是最经典定义 或者最传统定义的 这个Blockchain as a Service 这我想到我之前 好几年前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特币的程式码 其实是公开的 于是就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服务 就是你可以下载那套软件下来之后 那内建其实就是比特币的程式码 那里面你可以自己改参数 你可以把2100万颗 总量上限改成3100万颗 改成你自己要的数量 然后你可以把BTC改成MN好了 或者是改成Blockchain这样子 那点两下 你就可以成立自己的这个区块链 那这个区块链呢 当然就跟中本聪一开始是一样的 就是一开始只有中本聪自己一个人 或者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只有他自己一个节点 那要慢慢的你要告诉大家说 哎你要来装我这个节点 然后他会再有第二个节点出现 那只是刚刚在说Blockchain as a Service 就是把这件事情搬到云上面去 就不是在我的电脑上面 而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云上面去运作 可以这么说吗对不对 嗯对没错 懂懂懂 其实这个概念 我觉得大家之后看到Blockchain as a Service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 或者是这个说法 可能之后也会慢慢的演进啊 因为我看有一些公司的新闻稿 他就会说啊那我很容易部署一个节点 我也说哎这是Blockchain as a Service 那绝大多数人也会觉得说啊 好像就是嘛 因为你看他就是在营运这个区块链的 其中一部分啊 然后这样子不是点两下 然后就是区块链一部分 这样不是Blockchain as a Service吗 好像也OK啊 然后或者是说哎他点两下 他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链上面部署 他可能不是这个链的矿工 不是节点营运者 他是开发者 他是在上面打造应用的 他点两下 然后这个应用就deploy到这个链上 感觉好像也可以说这是Blockchain as a Service啊 感觉好像这种说法会越来越模糊啦 但是大家会知道说啊那最经典最一开始的定义感觉是要让你起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区块链 我觉得这点我可以快速的也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 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线嘛 那我们其实早在2021年跟2022年的时候 不是大家刚好都在讨论那两年算是一个弓链大战之年吗 对 就是一堆弓链就是你知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2017 2018也有啊 反正就是那时候是以太方杀手嘛 然后后来 对对对 好啊后来也是啊也是啊 对对对 第二波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join这个链权跟B权 但过去两年我们还是蛮有感受的 就是说 其实动不动 其实就会有企业跑来问我跟Diffy说 我们想要背一条自己的思练 自己的这个联盟链这样子 然后问我们的想法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要回归到你的use case 就是你的使用情境跟你要怎么发展 因为说穿很简单 就是说你失恋跟这个联盟链嘛 你就是所有的机器你要自己run 当然你可以去own你自己的consensus 就你的你的共识这一层 你可以自己去改 就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是在你自己的ecosystem里面run 那大多数其实现在目前开发者来找我们 还是比较希望说 我bill在某一条公链上面 我可以享有它的资源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就像刚刚明年你提到的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bill一条 就是自己的比特币链的话 确实技术上只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但只是你怎么把这个community build起来 我觉得那个还是真的难的 你要怎么让世界认同你的价值嘛 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 这个听区块市的朋友们 应该都很聪明 应该很快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 对那我个人 我跟Evi看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trend是说 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可能就不要更多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既然很多的供链 其实他们都已经 不是说没有机会 而是说既然他们都已经花很多时间 他们是24 hour 然后拿了很多巨资 就是找了一堆最优秀的工程师 都已经在build这些东西了 那我个人觉得 可能下一步的发展 就会是在Dapp这一段 就当然infra很重要 但只是说 我觉得如果下一步 其实从亚洲的角度来说 我们本来就比较难 在infra这一段 那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而是说确实的 这种player也比较少 那我们看到了下一个机会 可能亚洲这一段的应用 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觉得现在就跟开头 某种程度就是 可以把它慢慢的串联起来了 我们最一开始在讨论的是说 比如说刚刚大家记不记得 我在讨论说 矿工可不可以放上去 那最一开始是 大家都想要挖矿 然后想说 那现在有云 我可不可以放上去 现在看起来就是 如果你是工作量证明就不行 如果你是权益证明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节点 就是好 那我不挖矿 但是我同步资料总可以吧 那同步资料可以 那所以他们可以 甚至有一些 可以让你一步一键 同步资料的这样的一个 尝试在进行 那接下来 如果也有人可能 他会想要建自己的链 那建自己的链 当然也可以 但是 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开发社群 然后你没有足够多的人 成为你的节点的话 那其实也就会变成 我们刚刚前面在讨论中心化 跟去中心化 比较中心化的那一个光谱 那再往上 就会变成说 那还有开发者 开发者怎么用这个GCP 其中一个就是 例如说 他总是也要有后面的电脑 去帮他运作他的软体 或者是他要把他的程式码 deploy到区块链上面去 就是你会发现说 GCP他从地层 这种节点 然后到开发一个链 然后到开发者 甚至最后 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使用者这一端 但是反正就是 从底到上面 他都会有不同的参与的方法 或者是你都可以在不同的 用不同的角色去使用这一套服务 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是可以 没有错 就是像刚刚提到 就是从你底层的这些code的部署 对不对 然后节点 让链 然后可能甚至到工程师 比较喜欢讲的这种 你还是要开发一个前端跟后端吗 后端是给更多的工程师 这边来互动的地方 前端的话是你怎么样去 建立一个好的UI 对不对 然后好的一个使用者界面 去服务给你的使用者 就像你后面 最后面可能提供的钱包 提供的这些交易所的界面 对不对 这些东西算是比较前端的东西 那你怎么样提供一个好的 Experience给到你的用户 所以就像刚刚明恩讲的 确实Cloud可以提供的整个service 跟体验是一整条龙的 从底端到中间层 到一直对外的使用者 他们其实都会是一整连串的感受 更不用说 最一开始提到Coinbase 我一直都觉得交易所 它有一种脚踏两个世界的感觉 就是说 它一个是在链下的世界 一个是在链上的世界 它虽然手上拿的是 加密货币的资产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交易所 它的绝大多数的那些交易订单的 媒合机制等等 都是在链下 它才能够这么快 它才不用收你的矿工手续费 要不然你使用Uniswap 就是要付那些 以太币当然矿工手续费 那所以像这样的交易所 它就是其中一个 它未必是直接把这个 自己的服务部署在脸上 但是会有很多的交易所 像刚刚说的Coinbase 也就是GCP的客户 的其中一个例子 那所以会有蛮多 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它可能是交易所 可能是这种应用的开发商 他们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 GCP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接触Web3 所以现在大概就可以理解说 GCP在Web3这个领域里面的角色 大概是什么样的地位啦 是 OK 好 那最后一个会想要问的 其实是 大家在新闻上面 我自己从2017年开始 看这些加密货币相关的新闻 那时候 我知道币圈对于大公司 参与Web3 参与加密货币 反应是很激烈的 会有一种 哇 我那种孤儿 然后忽然被捡回家的那种兴奋感 所以就会反映在币价上面 只要有一间公司说 我们接受加密货币支付 或者说 我们跟某一个Web3的公司合作 币价就会爆喷 那我会蛮想要问的是说 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这种类色新闻 已经慢慢的疲劳了 就是三不五十就会看到一些公司 然后跟Web3的公司合作 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理解 Google有时候会宣布说 我们跟某一个Web3公司合作的新闻 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问全部可能太general 而且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发生 有没有什么你们本身比较熟悉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怎么去理解大公司 说那我们跟某一些Web3公司合作 然后他们到底在合作些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们能够讲的 都是这个已经在对外有宣传的 这种public reference 那我们可以快速先讲一个案例 就是比较近期的其实是B&B chain 这个是在去年有的一个 public的announcement 那他在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因为B&B chain 其实跟Google Cloud 有相对比较多的合作 那你所谓一般你在想合作这件事 你就想Google Cloud在做什么 其实Google Cloud就是一个 infrastructure provider 所以今天B&B chain 他要run很多的服务 run很多的一些 包含像explorer 很多这些东西 他需要有这个infrastructure的资源 那他用Google Cloud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 那如果有更深度的合作会是什么 就是说他用我们 那我们Google Cloud 可以带给他的ecosystem 更多的什么样的发展 那所以当时有一个program就是说 因为Google Cloud就是这种云端厂商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我们叫做startup program 所谓的startup program 简单来就是说 任何的开发者 或者是一些前期的团队 他们想要用Google Cloud 来去建构他们的服务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program 可以让他来申请 那如果他符合我们的标准呢 那他就可以拿到Google的这个credit 在这个所谓的Google Cloud的credit 可以做什么 很简单 就是这些credit你都可以 像这个点数可以用Google Cloud 直接服务 你就可以不用支付加密货币 你就可以直接用credit来做付款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说 那如果很多的这些项目 在B&B券上面发展 那我们就是说 跟他们一起合作 如果是在他们这个ecosystem 上面发展的这些项目呢 那我们这边会优先来去做一个review的动作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互补啦 就是说他用了我们的服务 那同时我们也协助他更好的去扩载他的ecosystem 那其实这也是现在我们Google Cloud跟很多不同的 尤其是公链 很多的这种合作形态都会像是这样子 这大家可以理解说会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那这只是其中一种合作形式啊 那只是我再回到刚刚这种很简单部署 或者是很简单建立一个节点 我自己身为一个节点的营运者 我在Litecoin这个区块链上面是一个节点 我就会感觉会有一个市场的很明显的需求 就是刚刚说的 现在每一个区块链都希望 他们的节点越多越好 当然他们不会去告诉大家说 你要放在哪边 然后你要用哪一套节点的软体 但是现在从市场上 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很多人都想要成为这个节点的一部分 他也想要成为这个链上的立委名义代表 然后接受大家的质押 然后帮大家一起去决定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就是不够简单 于是就会变成说 好像大家会说 你们这些区块链就不够去中心化 但是对使用者来说 就会说 那就是你不够简单 让我要花很多脑 花很多时间 我才能够架一个节点 于是难怪没有人要成为你的节点 所以现在看起来 有越来越多的云端服务商 在弥补这一个鸿沟 让它变得简单一点 就是最简单 最理想的情况 大家可能可以预期未来 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链可以一键部署 但是你可以预期未来 它可能就是 那你只要在Google Cloud上面 开个账号 然后你可以选说 我要成为哪一个链的节点 我要部署哪一个链的节点 点一下 然后建起来 然后就告诉别人说 那你就只要把这个加密货币 比押到这个地址里面来 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就是现在Google Cloud 在节点这部分的 这一个角色 是在做这件事情 必须说明恩的这个角度 比较 对我们来讲 其实比较特别 因为这个是 individual 是个个人 那我们大大部分服务的 还是entity 就是它会是一个公司的行号 或者是它是一个组织 那不过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也可以是一个 一个人的组织吗 那that's why 都可以吗 对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 区块链它是很讲究 我们刚刚说去中心化 那最去中心化 最理想的情况是 最好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节点 对啊 没错 这是为什么HTC 古早时候要推出 Excel的手机嘛 就是它想办法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 就是think自己的资料 或者是成为自己的银行 那但是如果它只有企业 或者说现在还没有足够简单的做法 可能有人推出一些CASA node 反正就是它买一台机器进来 然后它已经内建软体在里面 你只要插电 然后它就开始运作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很简单的方式 那它就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节点 它倒不是说它在挖矿 它有点像是你的自己的钱包 然后它会帮你去链上 think一些资料 然后传你要转出去的资料 放上链这样子 对啊 因为其实这些 所有的这些public chain 他们都希望可以让他们的用户 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更简单 所以其实以Google Cloud的角色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客户 他希望让这件事变得更简单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跟他合作 让这件事怎么样变得更简单 所以其实有好几种方式啊 就像前面稍微有提到的 比如说QuickLab是一个方式 就是说它可能还没有办法一键部署 可是它可以给你一个 这种叫实验的环境 然后你只要完全照着步骤做 你就可以很轻松 只要follow step 就可以把节点部署起来 那之后你自己要再架设的时候 那就会相对容易 那甚至是说 他们可能先把这些东西 script都先做好了 所以变成说 你只要照着这个 你要run的这个节点 他的这个 提供的这个public chain 他们的document 很容易的就可以照着他的步骤 把这个节点设起来 那再进阶一点 就会是像Google现在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有新的服务 叫做blockchain no engine 他就会是 已经由Google这边 直接来把这个服务搭建起来 那你可以直接去选 你要哪一个 你要哪一条链的节点 不过当然目前我们是support Ethereum 那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节点上上去 不过这个的确就会真的非常可以让单独的user individual user可以去用 因为他会真的非常简单 等到他们到时候发布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console上面真的是选单选一选按下去 接下来就等事情发生就好了 对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在讨论的是比较像是 以前你至少要有一个节点 你才能够从链上去抓这些资料 抓数据进来 但是我知道最近Google也有推出一个 这样的服务 是可以帮助开发者或者是使用者 他可以去链上抓资料 然后透过就是透过Google去抓链上的资料 不需要自己架自己的节点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稍微又更有趣一点 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story 不过让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Google有一个产品在 Google Cloud这个名字都还没出现的时候 就存在着一个服务叫做Bitquery 那它最早出现其实为的是要去分析 就是Google Search上面找到的这堆资料 其实它原本是个内部的工具 那有这个工具之后 它就可以对很多资料去做分析 去做很多finding 找到insight 那如果有很强大的工具 那是比较有资料 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program 叫做Open Data 的这个Public Data Set 就是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 放在那边 让所有人只要用这个工具 都可以直接去play around 而且我们这个工具呢 它是运算能力嘛 可是这个运算能力 我们给任何的developer 就是说今天听众的每一位 都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面申请一个账号 然后我们有免费的额度给你用 有一定的这个撰写 这个分析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玩 那其中讲说Public Data Set 中间有一段 就是因为区块链出现以后 才出现的一种新的这种资料集 就是Block Chain Data 比如说Bitcoin Ethereum 甚至像现在比较新的Polygon 甚至像前一段时间 我知道像Clayton 很多不同的链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 知道有这样子的program存在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资料准备好 放在那里 意思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想要知道 链上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节点 你只要直接去利用 像Bitcoin这样子的工具 那这些Public Chain的厂商 他已经把这些资料 从链上发生的事情 几乎像有点像Real Time的方式 可能延迟可能是几秒 或者是到一分钟的状态 放在这个工具里 那你就可以随时 直接去上面插照 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以这样的工具 作为一个核心 开始做一些Alert System 比如说你要做Trading 你想要发现一些事件发生 如果发生了 你就想做一些Further Action 这也是可以做的 如果对于区块链的运作 比较熟悉的话 就是对于工程部分 比较熟悉的话 可能大家会听得出来 这感觉很像是RPC 节点在做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无论是每一个人 自己在使用的钱包 你的钱包之所以能够 转钱出去 收钱进来 那些资料 不是你的钱包里面 有什么样的厉害的东西 也不是说你只要连接网路就可以 他其实还需要有一个节点 去帮你去跟链上同步 所以大家的钱包 例如说你转钱出去 你是会 你的钱包 例如说小狐狸钱包 他是会连接到其中一个节点 然后告诉他说 你帮我把这笔资料写到链上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个资料 慢慢的按照他的排序 把他写到链上去 那要收钱进来 也是那个RPC节点 告诉这个钱包说 有你的钱 所以他有点像是资料的中介站 那现在Google Cloud 或者是Public Dataset 所以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更加的进阶 就是说不用有RPC节点了 因为你要挖这个链上的资料 你除了要有RPC节点 你还要透过RPC节点 把资料从网路上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再把它做整理好 整理完之后才可以开始做分析 可是现在这个program呢 他把所有前期要做的这所有的事情 包含资料整理 把资料抓下来 全部都做完了 等于是他是一个已经准备好 让你去玩的资料 那包含这个玩的这个工具 也摆好在那里给你 而且重点是他在目前现在这个阶段 他是有一定的额度 给任何所想要用的人 所以这很明显的是有他的方便性存在 那但是反过来当然 每次讲到方便的时候 大家都要回到 这是不是不够去中心化 当然我一直会觉得说 方便跟去中心化 某种程度他有种光谱的两端 就是你要方便一点 他就比较不去中心化一点 因为就是某种程度仰赖 Google他去帮你 脸上抓这些资料 那如果Google他抓错的资料给你呢 当然我们相信他不会这么做 那但是大家在crypto这个领域里面 都会讲求的是 verify don't trust 就是说啊那他抓资料给你 甚至他里面已经内建了 这些分析工具 然后帮你整理好 多爽 对那这是一个好处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介意 这种啊我要 所有东西都要我自己验证 然后全部都要我自己来 那这样才最去中心化 那你可能就相对比较不适合 这样的工具 可以这么说吗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明恩讲的 最后的注解占得蛮好的 那我其实想要echo一下 刚刚evi讲的 就是说其实他刚提的这整件事情 其实我们帮你做完 就像刚刚明恩也提到的 我们省了蛮多开发者的工的 因为这东西你自己 不然你要自己去run吗 你还要自己花蛮多的成本 像其实我们很多开发者 跟我们说 其实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program 省下蛮多钱的 那我觉得我们真的确实 对于这个ECO市场就有一些帮助 他们更快的不用去做这些 比较没有价值的事情 因为某程度上你要去 把这些东西query下来 然后整理 然后只是为了run一个RPC节点 你是工程师的话 你会觉得 这跟我的价值好像不太有关系 我要去maintain这个东西 那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把 这些资料insight整理完之后 我可以更快的去 把应用在我的商业逻辑上面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 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 对所以我觉得把前面的东西省下来了 然后让你去转注在后面那一段 对这个是我觉得 违馈Evi刚刚跟明恩你们这边在讲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重点在这边 同意同意 大家在需要的是墙上有一个洞 不需要自己再去买这么多的东西 就是有人帮你弄出一个洞就好 你不需要再去买这种钉子 然后自己想办法撬出一个洞 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差不多 我问的差不多 有没有什么想讲 但是我没有讨论到的东西 我可能很快share一下 因为我觉得今天可能 透过这个明恩的介绍 我跟Evi很有荣幸 可以来这边share 因为我们其实本身也是很忠实的听众 就是都是一堆大大大神们 来录这个podcast 那我跟Evi我们想表达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Web3这一段 我们其实都有 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passion 那我们很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也其实在这边 我们也很friendly的呼吁大家说 其实不管你今天是开发者 你今天是B10 operator 你今天可能是co-founder 那你们想要谈 接下来的一些 整个go-to-market的应用 不管是你今天想要做user acquisition 那你想要谈一些bins的这边的发展 最后可能甚至可能是在开发者这一段 你想了解说 Google Cloud这边 有什么样的机会 跟资源 能够帮助大家 那一起来成长 那我觉得我跟Evi 就是都是放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 Pruz讲的比较委婉 因为我记得我去年开始跟Pruz跑这个产业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们像慈善家 因为我们在做了大部分的事情 其实跟我们公司交付的任务 其实离得有点远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fuel team 我们其实最重要拿到一个数字 那可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参加这些活动 大家不要想说 大公司出差都是公司买单 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是我们自己买单 别说了 今年超穷 所以其实做完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真的是觉得说 哇 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position 在一个很不错的公司 然后做这个很新的产业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energy 然后还有很多人 包含台湾啊 还有整个海区 很多的这个新的事情发生 然后它会 真的是会改变人类很多习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 把这些资源找回台湾啊 那或者甚至是说 我们现在也常常做的事情是 很多的项目来找我们说 你有没有认识 哪个方面的这些资源 我们是不是可以介绍 那这个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那我们也非常乐意做这些事情 OK 我在这个节目的下方 就会放上两位的联络方式 那欢迎大家就是可以直接 在这个领域就是在web3相关 然后你觉得说可以怎么样跟google google cloud有一些合作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联系他们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跟我们讨论 就是这个google跟gcp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到google的其他的东西啊 因为我相信大家肯定知道说 google跟这个web3普遍 大家会觉得说google跟web3好像有一点距离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随便举例例如说之前大家讨论说 android或者是google play要不要对这个应用钱包抽成 或者是大家在使用的这些chrome 它上面的外挂元件 你在使用的这些meta mask小狐狸钱包 或者是在使用的fantum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加密货币的钱包 它其实都放在chrome的商店上面 那只要是商店 它就是一个平台 那平台就会有policy 那有policy它就有可能会ban掉 那所以这些它都有机会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讨论 因为他们就是每一个team在做的事情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邀请适合的人 让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来跟我们分享GCP 到底跟这个web3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到google上面搜寻 区块市趋势的市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的内容了 也欢迎大家用付费订阅来支持区块市的影运 让我们制作出更多像这样你喜欢的好内容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